常常大家每次都有什么 DA有没有新的投资指南 事实上一直都有啦 只是有的时候配合上节庆或者活动 我就直接做成了特别篇 这回刚好迎来二之期后半 加上预热的部分 我们就来看看吧 第一位 尼托克里斯欧鲁塔 FGO至今时装的第三位尼托 介于CV本人田中美海 还身兼广播节目 迦勒底Radio局的主持人 也算得上是十分优渥的待遇了 但是仔细想想 当初二之期前半上线的时候 说怕剧透所以没有心从者 后半预热就搞出了尼托克里斯欧鲁塔 这个逻辑过了这么多年 我至今还是想不透啊 和原本是四星CASA的攻击力前段班刚好相反 尼托欧鲁塔的白值ATK是目前的Avenger最后一名 幸好靠着这个仇值的加成勉强扳回一点 可能因为三蓝卡的关系 NP回收不算好 跟学弟小教授是同样的水准 还好自己技能有蓝魔放补回一点 被动虽然少了阵地做成 增加了Avenger的自回3.5NP 我觉得整体还算赚 一记葬礼文书 双色魔放30%3T还附加每回合回血2000 给的很大方 虽然我觉得那个红放基本上很鸡的 还不如给40%蓝放3T比较实际 你看嘛 同样都是30%赖光的红放就 没事一年后就改3T了 快了快了 二记冥斧神的裁定 继承原版的自冲100% 虽然原版应该是120% 我知道你们一定都只练到LV8队吧 以及我方全体善对面恶属的附加效果 还有两边BUFF成功率上升40%和下降20% 三记则是全队20%蓝放 善属我方全体60% 几率给予回避弱体即死无效一次 基本上就是绑定二记使用 宝具的阿努比斯狗狗大爆射 带有小气的一回合10%宝威 和全体的人属特攻 附带50%即死跟恶属的100%即死 唯一的好处就是即死在伤害的后面 所以周回不会影响到NP回收 这也是之前杀尼托最大的缺点 但后来也修正了啦 人属的特攻乍看威猛 偏偏仇尼托又是天属被克制 导致帐面的1.5倍特攻实际上只有1.35倍 周回火力来讲的话其实并不差 由于BUFF不少又有宝威 纯伤害面和泳装一吹的差距不大 只有第三面会被稍微拉开一点点 有对到特攻的话 因为天属被克会拉得更远 以目前打白字的泛用蓝光炮 泳装加魔、沙山院跟太空领来讲 属于前两波伤害略营 第三波小叔的稳定伤害类型 最大的问题呢 如果再搭配上奥伯龙、黑杯拉高极限的话 白字的Avenger、尼托甚至在特攻的情况下 只能和泳装一吹没有特攻打兵 不过毕竟泳装一吹本来就做坏了嘛 如果你手上没有所谓的高宝的泛用蓝光炮 仇尼托还是能顶这个位置 小缺点就是 恶属的限定高极死率 只能在2技开的那次发挥 不像原版可以连续触发 在一些急死的关卡里面 可以和原版尼托、盗满担任这个急死的耀元 像是未来的白纸金闭关 我觉得抽一支起来放着对应特殊状况还不错啦 由于是常驻 那常克金的御主也可以等歪 推荐指数三克星 如果没有泛用蓝光炮的话 我觉得可以到四颗 再来是二支七后半上限 千呼万唤使出来 DNA也预计要在卡石中投入全部资源 号称FGO罗兰最有梗的大哥哥 新一代人气王的 Woo 特斯卡特 Polakian歌 我们叫他泼卡就行了啊 由田倒昭雨所汇至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很微妙 随着剧情和各种二创 以及原作者的星途 人气可以说是180度翻转 ATK虽然是倒数内票 加上杀值的原罪只有0.9倍 想要当个万用光炮 可能你的宝具等级还是要抽高一点 被動挺豪華的 藍卡專用的陣地做成對魔力都有 比較特別的是戰士之絲可以提高衣服的效果 像是決戰服就會變成22%的攻擊跟寶威 數值不高至少周回有點用 1技鬥爭的魅力 全體攻擊力提升 以及有毅力狀態的額外再提升 由於波卡自帶毅力 隊友想吃到效果可以配合金色清典的衣服 2技黑之太陽 自衝50群衝30 我方全體無敵兩次和抵消一次無敵的副作用 他算是debuff 可以用就是解除的方式 周回就沒差了 3技山之心臟給自身毅力攔放 兩種特攻狀態跟抵消場地的陽光效果 考量到神性泛用超巨大很多Boss都有 算是非常大方 寶具第一太陽自帶無敵貫通 以及跟宇宙嶺同樣最高規格的20%寶威三回合 疊起來跟黑聖杯不相上下 以及寶具後全體回充10NP 波卡的全套性能合起來非常非常的鬼 有多鬼呢?你看喔 全隊40%加攻 50%自衝 隊友30%群衝 兩種特攻狀態 30%魔放 寶具連發後甚至還有60%寶威 是個可打可斧 說她是藍卡太光旺也不為過 要進樹傻的周回隊絕不是問題 寶衣的傷害跟活動送的泳裝女武神差不多 但是呢? 波卡最強的叫做什麼? 雙波卡或是我們的雙煙系統 直接全隊80%攻 60%群衝 而靠著兩次的寶具後 第三人總計拿到80NP 代表什麼? 就像我們以前說過的 她不用任何充NP技 就能滿100NP啊 所以就產生了所謂的雙煙帶狗 誰都能周回的世界線就來了 雖然你會說 可是這樣的火力不夠打90++啊 不誰要你打90++的? 別忘了 FGO可是個長期漲草的時候 你就能帶著這套全加成隊伍去打半啊 去打素材啊 去打總火啊 打木堅啊 打強化啊 你是不是想說QP們不能打? 並沒有 隊友BUFF給多點 連寶衣都砸了死 老實講啊 扣掉要抓好友 個人喜好跟殺職的原罪之外 煙霧鏡呢 這種能幫你的老公老婆練伴的無腦從者 絕對是近年最值的投資之一 推薦指數不多說 霧科星 跟著煙霧鏡一起PU的 羽神四星的特拉洛克 則是FGO時裝的第三位四星Pretender 雖然我覺得現在Pretender給的真的很隨意的 沒有當時奧伯龍那種震撼 也能理解啦 畢竟遊戲有平衡性的考量 BAAQQ的色卡性能不差 雖說也是爹不疼娘不愛的綠卡 考量技能面是能周回的 被動很有趣的帶了一個全體藍模放效果 加上自己還有最高階的陣地做成 再加一個水邊爆傷20% 意外的挺猛 一技第三太陽自衝30%緩衝10% 還能和契額莉莉絲一樣轉換場地為水邊的特性 2技花枝戰爭好不好 我不是這個花枝啊 我是說鮮花戰爭 複合效果的領袖氣質 帶有攻擊和暴擊提升 同時有目前唯一的全隊必中效果 另外能夠解除對面一個毅力狀態 解除成功時可以再扣50%的防禦力 在高難或者是強敵戰偶有其效 3技的月之狐則是標準的雙色魔放 再加上暴擊威力提升 全隊傷害減免2000 寶具為了怕暴雷 我們就不寫出來了啊 閒置20%寶威 水邊場合拿到黃金綠 攻擊打完之後會讓隊友的寶威也加20% 性能上來講蠻大雜彙的 除了沒有應對寶具的無敵灰避這種生存技能外 該有的都有 小缺點就是雖然寶具後能幫隊友加寶威 但是沒有夠高的NP手段很難直接起爆 導致你還是得上一個輔助幫忙 那就失去了意義嘛 比較特別的是2技的性能很強 等於是伊斯塔1技的上位版 還有目前獨一無二的全體命中 如果你抽得多的話啦吼 可以考慮留一隻40級2技練滿的特拉洛克起來 花式過關用得到 從Pretender的周回角度來看 50NP裡裝點20NP的話 可以搭雙獅匠和伊伏打33X的敵人 如果要空裝三連發就幾乎綁定換人了 沒辦法畢竟是綠色嘛 寶一火力的話 和上次給的水狐小龍娘幾乎是不相上下 小輸一點點 寶3就可以翻盤了 比起周回來講 我會覺得插件性能比較強一點 2-7最後一位 紅卡關砲頂尖的那個女人 無論劇情還是遊戲強度都是1等1的酷酷而砍 總算要降臨反中版了 大前提就是 EVE MAYBE 如果你沒有摩根狂中水衣吹這種 極度泛用光炮的話 酷酷而砍可以說是最後一塊拼圖 BUT 他也是有使用上嚴重的先天限制 這個我們慢慢來聊 即便是現在的日版環境 酷酷依舊是佛琳娜最高的ATK 和狂中一樣是3B的大猩猩配牌 藍綠卡呢 就很一般用到的機會不多 被動有個問號問號問話 一樣不劇透 但有三個超強的效果 每回合10顆星 3%NP 和自身無敵轉為對速陣防禦 也就是不怕無敵貫通 字馬 一個被動根本抵人家一個技能的水準了 1技翡翠的魅力 全體攻擊提升外還能擋暴擊機率30% 要是消耗10顆星 更能自身攻擊力提升30% 2技無等友誼之蛇 指定一人NP增加50% 消耗10星再給迴避兩次和必中三回合 3技的黃金樹海技型 有著無敵一回合 紅放30%暴擊威力50% 消耗10星再給30%的寶威 寶具的星自宇宙降落 附加人類威脅特攻後的全體地屬特攻 追加技能封印更給30顆星 要注意的是人類威脅不是特攻寶具 但也夠猛了 雖然帳面上它會消耗許多的星星 但你仔細看一看 寶具丟完就有30星以及被動的10顆 基本上每回合至少40顆起跳 再加上沙虎也有瞬間給20顆星 基本上來講完全不會缺星的 比起狂周娜來說打暴擊會更加的穩定一些 至於酷酷到底有多強呢? 首先它光是把自己的技能開完 最多就有50%攻擊、50%暴擊、30%紅放跟30%寶威 縱觀目前所有從者裡面應該就是它最多的 而且它和雙光弧奧伯龍體系完美契合 WAVE3全技能會再轉好一遍 全身的BUFF就會來到跟鬼一樣的 100%攻擊、200%紅卡暴擊、210%紅放、180%寶威 這還不算上衣服跟禮裝給的 導致它的傷害幾乎可以和狂職並肩 喔不對,應該是超越才對 讓我們再次拿出之前都拉大這張圖啊 在紅卡的萬用周回體系裡面 如果都沒有特攻的情況下 酷酷是三人之冠 而且拉開了不小的差距 而在有特攻的情況下 則是小輸給摩根贏了狂周那一截 但實際上考量狂周那幾乎萬物特攻的場合 通論下會偏向兩人不相上下 摩根則是根據特攻上下線的差距比較大 後來我也做過這個額外的簡證啦 狂周和酷酷在打一般敵人的時候 除了前兩波酷酷只開到一次的技能傷害 會遜於狂周外,WAVE3就能打平 而現在日版開了AS5附加技能後 更是在WAVE2就已經能追上了 至於和同樣是地屬特攻的泳裝一吹相比 就...比較難比較啦,困難一些 主要是藍卡還有著黑杯起爆的優勢 我們先不考慮NP回收問題的話 同樣的寶具等級在WAVE3 泳裝一吹略勝一籌 前兩波更是因為黑杯和樹傻的buff較多關係 能拉得更開 但如果是同樣50NP底裝的話 酷酷就能靠著鬼般的buff量大幅超車 結論來說,酷酷幾乎可以和狂周是平行替代了 沒有特攻就和萬物特攻的狂周幾乎相同 有特攻的時候拉開差距 和摩根的比較則要看特攻與否 整體來說比摩根泛用一些 和泳裝一吹賽道不同 能靠黑杯時候泳裝一吹較強 都是50NP則是酷酷贏 當然啦,這個... 實際情況還是會依照敵人的分配啦 有的沒的,有小小的差距 但要說酷酷是罪犯用的紅卡光炮 基本上,改觀論定 欸,but 由於酷酷而砍的三個技能星星消耗 是自行決定發動與否 不像之前的爺爺或是災星姐那種自動消耗 他在使用技能時候需要多按一次按鍵 加上他還有一招是指定技 導致他的按鍵異常繁瑣 若把加速技能也算一下的話 周回需要足足按53下 狂中大概只要41下 摩根是43下 順道一提,藍卡一吹的話則是35下左右 包物滿金狗120級的完全體酷酷 傷害大概是落在這個區間 只差了一點點 除了天鼠外都能夠過百萬 對上地鼠更是打出之來 天鼠插的那點血量 如果有酷酷的這個牌也不是什麼問題 畢竟他還自帶一狗票的星星 跟200%的暴擊傷害 考量到周回按鍵繁雜 酷酷我最推薦的是誰呢? 就是那種喜歡看故事 活動基本上會打,又是強度打 但不會亞歷科米想要瘋狂刷香的獄主們 火力頂尖又不像狂職一樣薄皮嫩肌 扣除掉按鍵多外 是個很推薦抽高寶的從者 推薦指數4顆半星 那半顆就是因為他的按鍵真的太多了 好啦,那麼本次的從者推薦指南就到這邊啦 大家有什麼想法都歡迎留言 我是爹,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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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ведь